52. 太陽報Reagan與電話片案報警求助 2015年7月4日娛樂C01電話片案時有發生 今次輪到歌手張惠雅Reagan不慎重指揚 大意清早接到騙徒假務速遞公司來電 仍在誰夢中的他夢查查地將身份證等個人資料告知對方 清醒後才之賴極V即急急到警署報案 騙徒的手法層出不同,而且緊貼時事 近日有不法之途瞄準港人的衝網上購物 於是假扮速遞物流公司 以釣魚方式致電受害人騙取個人資料 最新的苦主警示前組合學生成員Reagan 作臣他在Facebook發表長文講述被片經過 表示接到粗普通話,自稱是速遞公司員工的來電 指他有郵件,然後問他全名和身份證號碼 我稱包括內地扣查大清早被來電炒醒的Reagan 由於未曾例E,所以蒙茶茶地乖乖向對方奉上珍貴的個人資料 有個電話說我有郵件,要查詢就按0 然後一個男人接聽,問我名和身份證 我好愚蠢地說出博詩,然後對方又指他上月記出一個包裹 在深圳被扣留,內爾歸 現有十多本護照嚇到外去 對方更堅持要幫他把電話轉播到上海公安報案 越聽語覺不對路的Reagan掛斷電話 但有敢以將全名、身份證及電話號碼給予對方 於是留言寫道,好恐怖,我是不是會賴結 不少人留言指他遇上騙徒,建議他盡快報警 以作5Reagan親身到東沖警署報警求助 事後他受訪時說,因為我無為意 接通電話是個講普通話喉 其人,整件事我覺得好真 因為我以前試過網購,都是來零 此地公司送貨 所以他問我全名和身份證號碼核對資料 我好低能地說了,連家電話都說了 後來當對方清其包裹被扣查 又清查到當中有十多本護照時 他才心之不妙,向對方聲稱要報警 他好似有少少爬底,奇奇怪怪 說要我打去上海公安報案 加上我又聽不清他曼雲Q話 不知他是不是心虛,少少不耐煩 我就說不講,收他善 恆保銀行戶口號碼清醒後的 Reagan細心回想 一般網購即使要核對身份 只需證件上最後三個數字 他笑說,知自己賴結 I 希望大家都留意對 I 讚 S 問 這陣子我做家 N 某留意警訊 不知有那男 F 恩 又解釋當時因神志不清財中招 因為被電話吵醒 朦朦朦朦朦先回答他問題 第一次遇上那男 F 恩 都不是蠢呀 我都沒有給銀行戶口 U 巴他 不過都是報警安全速事 他也有所解釋成的